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收到我先歡迎在前進主流 今天交權股價值數上漲76點以8387點做收 我想今天這個行情開高走高可能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怎麼講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早報他告訴你什麼樣的訊息 今天早報他告訴你什麼 空單未退台子旗警戒 他告訴你昨天只是一個跌身反彈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外資的空單還高達1.67萬口 甚至於來我們看下面更瞎 空方餘利油存開盤成關鍵 我知道請問各位 這叫有血跟沒血敢叫做專家嗎 基本上這個禮拜又過去了 我不知道這一個禮拜你是賺錢還是賠錢 如果你所參加的老師這個禮拜是賠錢 真的真的求你趕快帶槍來投靠 你以為操作看報紙做股票就真的賺得到錢嗎 如果看報紙做股票賺到錢 我告訴你天底下不會窮人 來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這是農曆封關的那一天 當時他告訴你什麼 不會長假 台子旗平穩封關 有機會有希望 那麼我在節目當中 我在跟他有強調 你今天你要贏 你當然可以利用過去的KD MACD RS來播浪理論 就要向我問到請問大家 在昨天的時候 你認為今天這個行情會大漲嗎 昨天的日線的KD 它是一個標標準準的死亡交叉 有多少人告訴你 上漲下跌有量 上漲無量 是一個標準的反彈 我知道請問各位 今天反彈這七十幾點 你要不要賺 你不要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啊 那麼我們是怎麼樣掌握每一個轉折 就如同過去一年365天一模一樣 我每天在節目當中 不斷跟你洗腦洗腦洗腦 我告訴你 你利用KD RSI MACD播浪理論 你真的賺不到錢 你唯有藉由主力心態 唯有藉由價格的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關鍵價 你才有辦法賺錢 農曆封關的那一天早上 報紙告訴你不要怕 甚至有很多財經節目 他告訴你農曆封關要漲 新春開紅盤也是要漲 真的是這樣子嗎 農曆封關叫做上個禮拜一 全台灣 全台灣 有哪一個老師告訴你 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有哪一個老師跟你預告 大盤月線從紅燈 轉為一個所謂綠燈 這一天的時候 在節目當中就跟你預告 在節目當中就跟你預告 你不用等到 這一個禮拜三 新春要開盤的時候 告訴你什麼 補跌壓力大 為什麼要補跌 因為我們放假時間 國際股市重挫 外資偏空 我找請問各位 你這種後知後覺的 一個所謂的態度 甚至於農曆封關 你全力做多 這一根下沙你沒避開 這一根三百點的下沙你沒避開 基本上這一兩天的反彈 它跟你沒有什麼多大的一個所謂關係 更重要的一個所謂的重心跟重點 來一模一樣 我倒請問各位 新春開盤的第一天 你看到國安基金進場護盤 指數往上稍微撈一下 很多很爛的老師 他告訴你全力加碼攤平 為什麼要加碼攤平 因為頭已經洗下去了 所以說不得不加碼 可是當你在加碼的時候 我也在加碼 可是只是我們的方向是不一樣 你全力加碼多 我全力加碼空 為什麼要全力加碼空 因為最主要原因 新春開盤的第一天 它往上急拉過程當中 主力空更多 結果我倒請問各位 我倒請問各位 這個禮拜三行情有沒有大跌 我一再跟他說強調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學 為什麼要學我的主力心態 為什麼要學我們的周線月線關鍵架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主力的方向 你不知道主力的多空防守架 你每天看一大堆頭褲節目啊 跟你講個笑話好不好 聽說啦 我是聽我的會員說啦 現在有很多頭褲老師 不敢解盤了 以前會花時間跟你解盤的 現在不敢跟你解盤了 為什麼 因為這兩根沒有避開 這兩根害會員斷手斷腳 又斷頭的滿山滿骨 你在執著什麼 農曆封關那天 有沒有跟你預告主力心態空 有 告訴你放空 結果呢 你以為新春一定開紅牌 因為過去十年 每一年新春都開紅牌 結果新春開牌先送你一根所謂長黑K棒 先送你一根長黑K棒 結果呢 你等到營業員補錢的電話了 想說這個行情恐怕要繼續跌 不補了啦 結果連續漲兩天 看到外資賣了四百多億 所以我再來一遍 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這三個字 來導播我們稍微一起背一下 錢 詹 信 主力跟你們不一樣 跟頭顧老師不一樣 在於他能看到未來 就像你剛剛所看到今天早上的早報 他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你空 空單未退 告訴你只是跌升反彈 我只要請問大家 難道你要我每天拿重播帶出來給你看嗎 即使是跌升反彈 今天早上七幾點 你要不要賺 你的老師賺不到 我強烈要求你 我強烈要求你 廣告中的電話 你真的要撥通 因為我昨天我有跟你預告啊 哎呀 那只是比較可惜的一點在於哪裡 因為你沒有我盤中的call訊 你等到下午三點看到我的節目 已經沒有辦法下單了 我不是在虧你 我是跟你強調 吉馬連要賺錢 要這樣賺 我不用跟你講什麼 拉回找買點 逢高找空點 看到今天上漲 我給你保證 從下午看頭顧節目一路以來 有一大堆垃圾 你要把它名字記起來喔 告訴你要V型反轉的垃圾 我知道我的節目有很多同業都在看 我跟你報告 這邊絕對不是V型反轉 我等一下慢慢跟你做分析 那我請問大家 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是怎麼跟你預告今天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樣的準啊 去哪裡找到這麼樣準的老師啊 從11月初到1月底1300多點 這個禮拜200多點 你要去哪裡找啦 你要去哪裡找啦 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會跟你預告反手做多 為什麼要反手做多 因為昨天主力心態由空轉多 代表主力做多 誰管你外資是做多還放空啊 外資他只是比你比較有錢的散戶 我這樣說得定不定 我會跟你預告要做多 我會跟你預告補空反手做多 你該不會轉不過來吧 這300點沒避開的老師 你真的不要跟他操作 趕快帶槍來投靠 昨天沒告訴你補空反手做多的老師 你也趕快帶槍投靠 我最後跟你講補空反手做多 就是要上 要看人魚對不對 這是昨天第一根嘛 主力心態多 我告訴你補空反手做多 今天早上開高 今天為什麼能開高震盪走高 因為開高的時候 你可能認為外資在放空全力跟著放空 我告訴我的會員加碼買進 怎樣 要賺 我就一次賺得夠 這邊的測標的數字 它會每天不斷的成長 你可以不斷的看下去沒有關係 可是相信我遲早有一天 你也是會來找謝天謝地謝文 因為我說過了 一般的投顧老師 只會凹單大陪 每天看圖說故事 漲的時候告訴你買最低 跌的時候告訴你空最高 你該不會這麼傻吧 如果我今天是散戶 我會找一個 我跟你講真的 我會找一個在節目當中事前精確預告 這一段下沙有沒有帶你避開 昨天跟你預告補空反手做多全台灣 就只有我第一個 因為所有老師都是多單等解套而已 這才叫績效 這才叫標標準準的績效 所以代槍投靠是你人生最好的選擇 那麼剛剛我有提到 只要今天敢跟你講V型反轉的老師 我告訴你 我們先不看燈號 我覺得那張老師都太爛了 功力爛到 比小學生還不足 我舉例一張股票 3698的龍達 今天早上有沒有大利多 有沒有大利多 如果現在大盤要V型反轉 這張股票會直接回直上 甚至於有很多老師 每天都跟你講說 他的股票每天都漲停板 每天都賺 你跟跟看好了 你跟跟看好了 有多少他的會員帶槍來投靠 手中至少三十幾支股票 你跟跟看好了 好玩的就時間 拍玩的就銀行 很抱歉 閃戶永遠拍玩的就銀行 為什麼奇怪 他為什麼每天節目都講漲停板 你跟著手 每天都跌 不是很多老師跟你講 趕快買連展 跌是小事喔 再變3698的龍達 問你有沒有報大量 甚至最強的6153的加聯益 有沒有報大量 有沒有報大量 所以說你來上課就對了啦 好 講完個股結構 再跟你分析 這個禮拜五收周線 周線它從綠燈轉為紅燈 可是你不要忘了 大盤月線是綠燈 好 我告訴你 來看著我的手 看著我的手好了 不是要把你催眠啦 這個行情它是走相形的 這時候你要注意 如果禮拜一主力心態 由多轉空 我告訴你 會殺人家麻煩 再一遍 這個行情不是V型 它是相形 因為月線是綠燈 周線紅燈 那麼重點就在於說 如果你誤把相形當作V型 我告訴你 你會死骨無存 同樣的股票操作也都是一模一樣 那麼最近有很多人帶槍來投靠 尤其是今天盤中電話真的非常非常多 老師啊 阿迪索這時候給我們的資料 每一桌創新高 可是都沒有買 還有沒有綠月第二支 還有沒有廣華第二支 還記得齁 這個是農曆封關的時候 我要求你一定要撥通電話進來 上連花該富貴贏財財神 下連謝天謝地謝文恩 你不是要標股嗎 這個禮拜過幾天了 我告訴過你了 我告訴過你了 昨天很多老師跟你講太陽能 結果今天跌下來 大家跟你講說 他手中沒有太陽能 每一個人手中又變PA概念股 你要那種燈彎 誰把每天變來變去的老師嗎 還是我所贈送給你的資料 你有得到完整的驗證了 這才叫做功力 立月 這做什麼的啦 什麼B.O.P.A 廣華 這做什麼的啦 老師這檔股票你代號錯了啦 我知道核情控 你少打一個字 還真的有核情喔 還真的有核情喔 今天核情它不是核情控喔 今天的股價也會再創波段新高 三天 三天 只要三天時間 不管包括綠月 今天1262的綠月 還拉到漲停板 創波段新高 只要三天時間 只要三天時間 光第一月 這三檔股票幾乎都漲了兩隻漲停板 那麼你可以跟我講說 老師這些股票我真的都沒聽過 沒關係 沒聽過跟我做就對了 我代你做看清楚 舉例綠月 昨天9.08分 還在買 還包括1715的萬週 10.02分 還在綠月 甚至於12.59分 因為有會議說老師真的沒聽過真的會上嗎 我說廢話不多 直接持股四成 只有今天1262的綠月 它有沒有漲停板 再創波段新高 你要告訴我沒聽過 不敢買嗎 那麼為什麼我所贈送給你的資料會這麼樣強 很簡單嘛 我說過了 你今天你是要跟主力作手站在同一邊做多 還是要跟主力作手對作 那是你個人的問題 看清楚 核青他憑什麼在創波段新高 因為主力心態他叫做多 5261的一個所謂創結 昨天大碟有哪一個老師敢在節目當中繼續介紹創結 拍誰又是我謝文恩 為什麼創結能創新高 因為主力心態多 同樣1338的廣華 為什麼能創新高 人家叫主力心態多 叫主力全力做多 那為什麼 為什麼當每一個人 都會全力告訴你買宏達電 你記不記得宏達電這邊來到140塊 有多少頭顧老師跳下去買 結果買完之後一路殺下來 結果大家不追蹤了 那為什麼我不買宏達電 很簡單 你把2498的宏達電打下去 放大給你看 這叫主力心態多還空 這叫主力心態多還空 這叫主力心態 它還是標標準準的空 同樣的3561的生陽科 為什麼大家要去買 我都不懂耶 我跟你講多少次了 這一千多檔股票你為什麼 我會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它能幫你篩選 我幹嘛去跟主力對坐 人家在放空的標的 幹嘛去做多 你不是跟我講說 那些股票沒聽過啊 好啊再來一遍 這是當時 在11月底的時候 我所贈送給你馬力強 法人祭底作帳六千兵 這檔叫36930英鎊 還記得齁 還記得齁 137塊錢 我帶你買 當時11月28號 而且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偷跑喔 我資料給你完之後 大家都看到資料 你看到資料 我也看到資料 我們是等資料出來之後 我的位置跟你一模一樣 我是11月28號買銀幫 不是 我是什麼時候買的 12月3號買銀幫 買137 就銀幫之後 有沒有漲了70 漲停買 同樣的 5261的創結 人家平衡創新高 我問你嘛 你現在去買銀幫的 你現在去買銀幫了 現在你總算知道銀幫的基本面吧 原來銀幫 它是雲端概念股東的龍頭優等身 你買的 你買到 有沒有賺到 你買到有沒有賺到 沒有嘛 同樣的 翻開 一樣 第一檔銀幫給你看到了 當時贈送給你資料 有多重要 這張股票叫5261創結 一樣在11月28號 免費贈送給你的 結果創結 創結 5261的創結 11月28號在哪裡 也在這邊 你不要小看喔 從這邊找到這邊 漲了43塊 漲了53塊 我需要 跟一般的老師 一模一樣 我跟你講過了 我錄下午3點的SBN 很多老師 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說完蛋了 我跟鬼劍仇一模一樣 我告訴你 我認為這才叫做做節目的水準 我最痛恨 有的老師 節目當中 每天 股票都不一樣 我最痛恨 人家 漲的時候 有基本面 跌下來的時候 變垃圾 就不講了 你剛剛那種老師 不是很可憐嗎 之前長元科大跌 大家都沒有 就今天長元科漲停板 大家又有長元科了 然後呢 你去買的什麼利卡 一大堆也是跌人家馬翻 難道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嗎 那種口序應該不是你要的吧 可是你看到 綠葉的故事 你也看到 五二六一創結的故事 有人這樣做股票嗎 做股票連續加碼做買進 即使下跌的時候 我告訴你跌到10X.5 就是一個所謂的機會 我只要請問各位 操作 是不是符合 我在跟你強調的 主力籌碼 基本面 乃至於技術面 你只要今年 能掌握這三個訣竅 你今年要翻身 賺大錢 那絕對不是難事 問題 如果你所使用的軟體 你所跟的老師 連最重要的主力心態 連最重要周線月線關鍵價都沒有 真的 真的 你好好把握 帶槍投靠的一個所謂的機會 帶槍投靠的過程當中 我還要你 把我們主力超人命 時空轉成的課程 一併帶回去 因為我要你 跟我吃魚的過程當中 學習到很多 非常重要的一個所謂的寶貴技巧 你人生才有辦法 反敗為勝 致富發財 拿出你的行動力 改練黃時間 撥通電話進來做完整下去 好 昨天創節跌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沒出 今天創節大漲創新高 我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追 謝天謝地謝溫 股票不用遮 我連價位 我下一節都免費告訴你 台北灣江南大宅2805-9898 專業誠信負責 華信投庫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一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氣盤式策略宣故 華信談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支付專線02-2392-3988 專注讓華信投庫 投資觀點加倍清晰 我們一向擁有掌握 重要投資的強力經驗 包括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皆能以絕佳專注力 建立投資優勢 正因為擁有強大的投資團隊 及專業知識 無論是多元投資策略 我們就能提供獨到的投資建議 以最佳洞察力捕捉最新資訊 這個球播支付專線02-2392-3988 2392-3988 專業誠信負責 華信投庫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一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氣盤式策略宣布 華信談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支付專線02-392392-3988 頭痛 請用五分鐘 恭喜讀者大賺695期推薦巨賣 一週漲幅19.92% 697期推薦冬捷 一週漲幅16.29% 每期專業選股推薦 即效看得見 現在地購最低只要2188元起 詳情請假02-2392-6680 或上李舟網站查詢 最記憶啊 先用記憶 五分鐘 那麼最近有很多投資朋友打電話進來詢問我們的課程 那麼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一般的課程真的很爛都不長進 再怎麼講都是陽線吞噬 陰線燈噬 均線KD MACD RS 甚至成交量 這些東西我在節目當中 我可從來沒跟你提過 我要跟你強調 有關於主力籌碼 有關於支撐壓力還有關鍵架 主力籌碼這五顆星的部分 我講太白 有一點點難度 你真的要很努力 有一點小小的複雜 至於周線月線的關鍵架 這個東西的話 我講太白 你只要你即使沒有讀過書 你生下來連幼稚園都沒去過 你只要會按計算機裡面的加減乘除 你自然就有辦法得到 那麼得到有什麼好處呢 很簡單啊 當時594的時候 有哪一個老師 能在去年5月31號叫你空TPK 很抱歉 又是我謝文恩 而且那時候我是一路堅持空 TPK5月31號 一路跌下來到12月27號 任何漲停板我都告訴你 空 我不像一般的老師啊 TPK我跟你講 去年很多人請家蕩產的兩檔股票 一檔叫做宏達鏈 一檔叫做一個所謂的TPK 這兩檔股票不是 它不是那種投機股 每天跳過跳過跳過跌停 它跌一段反彈起來 跌一段反彈起來 同樣的啊 上個月害死一大堆人的 也是TPK也是宏達電啊 因為你們永遠是看到漲 喔TPK漲上來了 才知道TPK真的在漲 有多少人追了210塊 為什麼要追 你為什麼不換個角度 那時候在12月27號的時候 有哪一個老師告訴你回測172 叫做機會 在這邊的時候 跟你講回測172是機會 甚至跌到168 有哪一個老師告訴你 太好了 這根黑K棒殺下來 就是買點 結果 結果咧 十支跌停板我幫你抓到 三支漲停板我也幫你抓到 全台灣去哪邊找這麼好的老師啊 好啊 先講TPK 我告訴你 我之前跟你預告 來到鄉頂 他走鄉星 宏達電你不要跟我講啦 宏達電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希望啦 我希望啦 下個禮拜的法說會是利多啦 如果是利空 你是沒有任何的機會 因為主力已經把空單全部佈滿了 你手中有的 我告訴你 不要打電話進來 因為你根本不會出 我已經處理到不想處理了 真的不要打電話進來 TPK的部分 我告訴你 我的看法沒變 我看法沒變 你要注意 他如果這一個月 月線從紅燈轉為綠燈 今天有大利空 為什麼TPK能開低走高 因為月線紅燈保護住 彈上來 彈上來 你一定要出 你一定要出 因為彈完之後還會再擊殺 還會再擊殺 因為最主要的一個所謂的原因 我說過了 操作你要懂的一些所謂技巧跟美感 就好像昨天 我說過了嘛 昨天創結 對不對 我們跟你預告 昨天啊 收大於116.5 我們就不出 結果昨天創結收到118 那要不要出 要不要出 收118 要不要出 當然不出 結果我昨天沒有跟你預告 給你看 我今天哪邊要買創結 有齁 我昨天有給你看電腦喔 我說今天創結只要來到112 我還要再加碼 做好規劃跟預測老師 你真的找不到第二個老師了 一樣今天8分58分 創結會不會來112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啦 就今天 找上去對不對 我告訴你 來到100 不用遮啦 怕什麼 100 直接給你看電腦啦 那要練頭啦 來來來 預測禮拜一的壓力 127.98 你禮拜一千萬不要追 其實主力心態多 被短套是很可憐的 紅樣的3630的新巨科 我們今天要千萬買進 沒買到 主力心態從綠轉紅 禮拜一壓回到關鍵架 是機會 我是華信投顧 謝文安 我說過了 今天做股票 上節目 我沒有再折的 我不只股票不用折 我連價位都免費告訴你 因為我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展 叫做主力心態 跟上我們的腳步 跟上我們的腳步 累積財富 好好把握我們現在 帶槍投靠專案 前三名在家 主力差別秘密 時空轉的課程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先到這座 我們有假期愉快 週一超生理 我們週一再見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頭痛 請用五分鐘 12月3日 贏家日報推薦 雅信破斷漲幅達60% 11月22日 推薦龍澤科 破斷漲幅達54% 立即重返贏家方案 現在訂閱三個月 只要6888 再送12期禮財周刊喔 現在來電讚免費送你 贏家日報4月 快播02-2392-6680 快播02-2392-6680 直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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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